我想現在去到第二季,中國青銀政策 當然我都有說青銀政策不是一個公共衛生或科學的概念 青銀政策就像大躍進裏面的政治口號一樣 就是多發好省,那一陣子 第一,我們不會說對雙風感冒是動態清明 現在人類科技,人類醫學技術都不可能將雙風感冒消滅 正如武漢肺炎一樣 第一,其實武漢肺炎大家知道是來自中國武漢生物實驗室 為什麼中國能夠擁有這些武漢肺炎的原始病毒去到提煉 去到研究,然後發明一套超越世界的一套技術 或一套防疫的措施呢 很明顯就是說其實在中國裏面 其實習近平面對那個濃淡精靈 其實跟習近平自挖墳舞一樣 因為很多人想去死 還死便死,都很想習近平死 為什麼想習近平死呢? 因為習近平不死,就沒有空日子過 那這樣東西,我想看這個節目大家朋友 就算不敢說也好,大家都心中有信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 但是既然老闆不知為什麼突然要共派清理 因為他覺得可能2020年那一套 或者那一場防疫事件都做得太好 無論是小湯山醫院、湯瘡醫院 你會覺得整件事都是違反人類常識 違反人類智慧,違反人類浪漆 違反醫學常識基本認知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家都很簡單,如果一個壞老闆 你所謂死,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做多幾前床 做多十前床,做多一百前床,做多一一前床 推下去火坑,推下去這個山牙,推下去死為止 唯一我相信韓中國最高領導人各方面都會這樣做 甚至大家都會覺得就是我越難越批評 例如說可能我習近平看完這個韓中國 看完這個戰之後,就覺得你覺得我不行 我繼續說可以,我做得更加兇勤,我做得更加切勁 這個也是一種沼澤效應 就是什麼叫沼澤效應,就是人家當是沼澤 你繼續在那裡掙扎,向上爬,你就會更快 那樣是沉迫一樣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要來清楚一個独裁者 或者一個分君,一個暴君的心理狀態 做一個評論雖然有意思 還有有一個可能你十年後看山都覺得很對 原來十年後看黃偉國教授做一個評論 都說得很對,這個情況 如果不是的話,你那些評論看完一陣 我覺得都不要花大家的時間看 我覺得不如吃餐好,吃餐更好 當然,如果你再問我 其實也都可以這樣說 有人會覺得,其實中國會不會跌入一個 1980年代蘇聯那個星球大戰的合席 正如我來說,1980年代有星球大戰 2020年就有一個動態清零 然後星球大戰的目的就是 蘇聯希望透過軍事科技、保護科技去超越美國 動態清零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中國成功經驗 是令中國成為一個沒有病毒的環境 來作為一種戰勝或挑戰西方的與病毒共存 那一套公共衛生政策 甚至會覺得這個政策可以在全世界 而第三,就是這個星球大戰 蘇聯當然是花費不菲 令到蘇聯的國庫,令到蘇聯的經濟崩潰 同樣道理,這個動態清靈令到中國整個物流業 經濟業,一些產業 無論是電子,無論是製作業的方面 無論是一個生產,無論是一個運輸 或者甚至是一個出入口 都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幫擾 甚至是一個停滅狀態 也都令到中國的經濟是非常加上 所以如果大家都會留意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很可能中共本身 如果真的出現一個很毀滅性的狀況 並不是所謂的西方勢力 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去到入侵 去到滲透,或者甚至是做一些事情 去到中國,或者令到北京政權 是出現一個奔盤性,或者一個斷解式的變化 最重要的是自己水 都是自己拿來水 我想習近平沒有可能面對到,或者都面對不到 因為他身邊周圍有殘神,小人,太監 就好像唐朝末年,或者明順徵犯那些 那當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派系都會挑釁他 索海邦也會講到有一個狀態 甚至會講到會不會索海邦利用這個極兵化防疫措施 或者叫做一種既是武效 但是一種是令到市民民眾受到傷害的一些做法 激起一個中國人或者當地人對習近平那種憎恨 憎恨或甚至反抗 所以習近平受到壓力的話就變成加勒越過越強 所以我們要從一個普京的角度去理解習近平的懲罰 現在習近平和普京基本上都已經是立合唯一一核為二 如果你說中國面對那個泥沼就是震盪大清明的 俄羅斯面對說全球支援沃南是對付俄羅斯一樣的 當然那時候不一定是說到俄羅斯這麼多 但是我想總結來說就是 我想去做一個事業評論 我想有幾個很重要的因素要留意就是 全球局勢對中國或者對於中國高層的影響其實都很重要 當然國內那個疫情本身 它用什麼的角度去研判 會不會作出一個錯誤的研判 這應該也很重要 第三樣東西就是國際形勢裡面一些針對 譬如說今天也未必有時間講到 美國刪除關於這個台獨各方面的聲明 釋出一種其實是支持台灣的措施 雖然美國不會當這個支持台獨 但實際上也在某程度上也肯定回台灣 在國際社會上來的話 中共也要釋出一些反應 去作為一種波伏也好 甚至一種心理平衡也好 就是唯有被中共去忍作 所以我想這個情況去下去的話 我想去到2020年第三、第四季 甚至去到203年第一季 我想會不會出現一個大饑荒 又會覺得會出現一個糧值困難 或者甚至是國內股市會崩盤 斷崖的狀況等等各方面 可能這件事可以作為一些重點 是讓大家去留意一下 我們就今天的記者會 同樣子